这个意义和悬念 来看双方的第一场 赵子豪对刘丁硕 那么今天呢 到了第一阶段 第十八轮最后一轮 所有的比赛都将同时进行 除了这场比赛以外 还有山东卫桥对八一大伤 山东鲁能对深圳明津海 安徽朗坤对江苏中超 上海中兴天津豪安 还有一场就是四川长虹 对罢州海润的比赛 都将在这一时段同时进行 大家看到这是上海的新秀赵子豪直拍打法 赵子豪呢 他是1997年收生 右手直到九岗 五圈结合快攻的打法 他呢最好成绩是141516 全国锦标赛南团冠军 就是说他王立有王立琴 有许心带着 当年还是对他的成长 他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聪明 这球及时给了一个直线 刘丁硕呢是98年出生 曾经最好成绩是2015年 年巴西公开赛的单打冠军 像这些相对年轻的运动员 能够在拼超的赛场上出现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 要么就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要么就是有相对比较强的实力 都是国家一队的运动员 对 从开局来讲的话 他们进入状态非常快 一开始就充满了这个火药味今天 而两个人感觉上来讲 是非常紧凑的 就是说明这在赛前的准备 是非常充分的 不管是在计蛋术的准备 还是在他的身体的调动 进竞技状态的调动 我们一看这个人 立马就投入了比赛 非常的专注 而且节奏很快 就说明他在赛前 是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因为他是一种释放 对 都有一个比赛 就说明他在赛前 跟他在赛前 有一个比赛前 有一个比赛前 白京大學體育館進行 是由天津豪安主場 天津豪安主場 其實今天這場比賽 從整體上來看的 就實力還是上海中心 佔據絕對的優勢 比如上海中心有許欣 這樣的大牌球星 第一次他們交手的時候 是上海中心3比0取勝 這是雙方的第二次交手 我看到這是馬雲格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對 原來馬雲格我們在一起 征戰世界錦標賽 馬雲格是非常優秀的一名運動員 現在在天津 一直是做主教練 對家鄉的天津的乒乓球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馬雲格當年我記得特別有意思 大家說他打得好的時候像誰 打得不好的時候像誰 他打得好的時候好像像朝鮮的金城西 是吧 相對來講他確實是實力非常棒 對 有時候他就是有一些企圖 對 他打的時候有時候漂亮的球 真的是精彩 精彩 非常漂亮 能打出非常世界的 絕對漂亮的頂級的這種球 頂級 然後呢 打得球可能無謂輸 不好看 不好看 他亂丟 他屬於這樣的一種運動員 打得好的時候是真棒 天賦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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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今天整個這兩個隊員來看的話 我覺得呢 首先來講他們呢 這個各自呢 應該都很熟悉 從他們打球的發球開始到搶攻 整個大家的套路整體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不管怎麼樣呢 今天我感覺這個劉丁碩呢 他在他的發球這一輪的話呢 他想得很細 基本上你看他打球 他發什麼球 後邊那個怎麼跟 怎麼搶 基本上是有目的的 是有意識的 讓我們來講就是他都算了 我覺得所以他這個打球 現在來講 他佔了一個一定的這種主動啊 就在前面他幾輪發球裡頭 是充分能夠看得到的 你看他基本上 他發球是很有術的 他知道我發什麼地方 出什麼球 我在哪等 他是都基本上讓他算到了 這樣第一局的比賽 劉丁碩是先勝 上海中心呢 有許欣 尚昆和趙紫豪 都是本土球員 沒有引進 而且這個隊伍呢 之前有王立琴 王立琴退了以後 許欣扛大旗 但許欣呢 在前面呢 有一點受傷 今天呢 許欣是排在了第五場 如果打到第五場的時候 許欣上場 那前面呢 用的是 年輕運動員趙紫豪 以及韓國的外援 鄭榮直 第二場的單打是由馬特 馬特是國家隊的肖球 對鄭榮直 那我想呢 從一直一橫這個打法上來看 就是比賽應該先下手為強 先入為主 應該作為直拍選手更有優勢 或者應該發動的更快 對 更多一點 但趙紫豪我覺得就恰恰第一局 在這方面 發動的還沒有橫板運動員 那麼快 趙紫豪發球 0比0 他還是在他發球這一輪裡頭 沒有很好能夠抓住 因為直板的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的手腕比橫板 更加0板 更加靈活 那麼怎麼樣能夠在他的發球 這一輪裡頭的發球變化 來從這兒開始發動來搶攻 如果他這點都沒做到 那麼他直板的特點就基本上 所值一大半了 是 直拍主要是發球這一輪 發球的搶攻 對 組織 所以他必須把自己的球 得發好了 否則他搶攻很難 那打形成相斥的話 他更就相對來講 以橫板來講 他就更弱一些 快 走 對 一定要有變化 直板就是要靠腦子 打直板的一定 得很聰明才可以 他是要靠算 更多的要靠變化 因為他的這個 直板的打法的手腕 更加靈活比橫板 相對來講 他是就要靠變化和靈活 來爭取更多的主動 快點 快點 二比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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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一比三 一般來講 直板的 進往短球都比較好 因為他手腕 更好控制 所以呢 他可以擺 他可以批長 他可以擰 那麼呢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 丁碩呢 就直接給你開長球 我就不給你發短球了 我就給你開長球 直接給你打相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這個直板的話 就有時候很難受 對 他發揮不出他的優勢了 這球很漂亮 這球很漂亮 但是直派來講 這種球呢 也是無奈之舉 應該在發完球之後 是吧 能有一種高壓式的搶攻 主動性非常強的進攻 但是他這次被動 被動進攻 但是他反應很快 把線路已經封死了 是 有提前的這種預判 對 漂亮 漂亮 這球 道子豪呢 也是直拍橫打的運動員 但直拍橫打到底這個 他掌握的程度 能否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這是一個問題 你看全國鋪天蓋地 你要看全國裡面 好多直拍橫打 對 無數個王號好像都要崛起 但是真正你這個內在的內容 你的基本功 對 你的扎實程度 你的應用 是否能夠達到很高的水平 這確實是一個 大家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沒錯 現在趙子豪你看到沒有 他發完球之後 包括他接二球 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他發完球之後 馬上掉過身體來 開始形成橫拍的那樣一種狀態 直拍應該發完球之後 先是以正手為主 沒錯 因為正手的空間和殺傷力 肯定是要遠高於反手位的進攻 這種球他就沒有直拍 一定是正手搶拉這種球 他怎麼能夠用反手呢 你把你正手給放棄了 你用你的這個直拍橫打 這種球來得分 這個反過頭來 應該是用你的這個短去得分 這個戰術可能恐怕需要做調整的 但是你看啊 趙子豪還相信他的直拍橫打 相信他的反手 他願意站在中間 對 所以他這個打法 實際上不能叫直拍 就應該是橫拍的一個風格 對 那你還不如拿橫板來 來得更方便一點 對啊 對啊 這就是說明你看直板 他就在台內 他就是這樣做 他都充分要利用他的手腕 充分利用他的這個抓拍的這種優勢 台內的進攻短球更多的變化 嗯 他才能佔據更多的主重 但是主動出來一定要多用正手 我記得這個直拍打法 台內短球 用的最好的就是做到極致的 就是前國家隊的教練 浙江的魯繞華 魯織島 魯織島那個手腕 真的像魔術師一樣 就是他在台內各種拐 手腕怎麼拐怎麼弄怎麼擰 他都能玩得轉 對 但是很多直拍呢 還是有點中規中矩的 就是台內我挑 這樣挑那樣挑 但是他手腕不會來回的 這個靈活的使用 無死角的這種動 我看這個趙紫豪比賽 我在想是給他往馬林這兒靠啊 還是往王豪那兒靠 看來他現在還是在他們的之間 有自己的特色 特點 就是一個氣勢球 直拍運動人需要在場上提氣 年輕的運動人的基本功 還是很紮實的 押忠 włos cy beat 押忠 włos cymo 住 排內非常裹動 裹動 各種 押忠 Becky 河边闯 加油 九比七 河边闯 加油 河边闯 加油 这球接得非常好 正好接着这个球呢 刚刚滑出台 就像他这样拉 拉起来就是反拉对白球 这是有目的的 所以从这个刘丁硕来讲 打出总体还是比较聪敏 打球的目的性很强 这局的比赛实际上 我感觉就是赵子豪的弹力短球 处理得不错 很果断 有一些主动性 再一个呢 在相持阶段 刘丁硕他的质量和低局比 还是稍微有一些下进 这样呢 在相持当中 这个赵子豪呢 他有一些这种相对高质量的进攻 进攻式的相持 大家看到许欣 许欣目前在平台联赛 个人单打排名榜上排在第一位 当然今天啊 最大的一个 这个 看点呢 还有就是单打个人排名 因为本身这个单打个人排名 原来是马龙和樊振东之争 但是后来呢 一军突起 我们看到小将 霸州海润的梁敬坤 后来又排到了 单打排名榜上第一名 现在是许欣 但是最终 谁能够在第一阶段排第一 还是要看最后一轮比赛的 结束以后 才能出这个 单打个人胜率的结果 看这球 就是说刘丁硕 在抢拉过程当中 他的球质量下降 不像第一局那么凶猛 你只要一下降 那对方必然是 往前扑你的球 也就是说比赛就是这样 你转一点我就硬一点 那你硬一点 我就往后退一点 就看谁在心底上 更强大 更强硬 9比10 加油 刚才这个赵紫豪对这个凶狠是对的 对 因为形成相吃 他必须要凶狠 他不凶狠的话 他稳大稳大 他打不过这个丁硕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虽然你看这个丁硕也没有软 又返回来了 他想再压制他 因为他已经看到他侧孙了 这个球失误是很正常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失误 没有关系 看谁硬一些 对 把这个球罚好 正短 加力侧身漂亮 这没办法 这个球其实是对的 这个战术是对的 非常好战术 对 发他一个正手金王短球 然后让他你看这个丁硕拧过来 用反手来拧这个球 反过头来马上塞他一个大脚的一个反手 然后就紧接侧身 然后紧接侧身 这是对的 问题是侧身这把质量不够高 对 没有速度 是吧 对 在远台拉了一点 战术打的是对的 战术打的是对的 回正短 漂亮 漂亮 三个正手位 三个短球 这球其实可以没必要去摆短 你就塞他一个长的 行程相持 对 也可以 这次一场让他先反手 先让他先纸板横马 先让他拉起来 然后反拉他这一板球 对吧 但是他想是说 我控制一个短 玩我再上手 再没想到纸板 人家就调你了 对 下意识的空短 好球 这个球 看起来这个赵子豪 抓住这个刘丁硕的一个缺点 正手位短球 这个位置他接的质量一般 现在开始 你看他连续发他正手位短球 这个位置 提前准备 跑过去抢拉得分 又一个 跑跑去 那双方呢 在第二局打成13比11 赵子豪拿下了 第二局双方打成一瓶 其实这球 我觉得第二局 这个刘丁硕啊 应该是到关键比分上 赢到手的球 他下意识的 我觉得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比如他跟横拍打的时候 那他就应该去摆短 摆对方 但你跟直拍赵子豪正手台那短球 很好 挑的特别好 你非去摆他正手短球 他肯定上来就 对 就挑你 不用说 对 所以他吃了一个这个亏 是的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两名小将 我觉得今天 启动非常快 而且很投入 一上来 一感觉就是 这个有火药味 感觉很好 打出了拼超的精神 他们这种 就是这个 你一看人很专注 然后 盯球盯得很死 每一个球 其实他两个人都互相在算 而且呢 这个赵子豪 在这一局里头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地方呢 就是说 他能够迅速摆脱 第一局对他绝对不利的一个局面 他迅速找到了 丁硕的正手短球的 这个接发球的弱点 他连着钉他 所以他呢 这个在 就在过程当中 就是他在动脑筋 但反过头来呢 丁硕呢 就还在那儿发短球 还在那儿给他往正手 为短球 他已经输了三个球 缺少变化 他还没有意识到 看看这一局 他有没有意识到 他正手短球 还摆不摆给他 好的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观众朋友们 可能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您收看的是 在天津财经大学体育馆 进行2016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 男子第一阶段 第18轮 也就是第一阶段 最后一轮的比赛 天津豪安 主场对上海中兴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 单打比赛 跳 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 就将全部结束了 第18轮 产生第一阶段的四强 那么也会移失到 29号 本月的29号 在安徽的合肥 将会进行 拼超联赛 第二阶段的总决赛 也就男女团体的四强 捉对厮杀 进行半决赛 然后进行最后冠军的争夺 那么除了前四名之后 拼超第一阶段呢 剩下的这个各六支队伍呢 都将以第一阶段 拼超联赛排名的名次 决定他 也就是最终的排名名次 三比一 四比一 二比一 我们来看这球 这球应该 应该是擦边 应该是 带点上边的意思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擦边 听说刚才其实他也认为是擦边 但是裁判还是决定的是个 擦的下边球 我们看到这个小将刘丁硕 他正手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般来讲 现在的横排运动员呢 都是突出反手 反手的能力 实力 反手的质量 但是正手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现在太强 太突出的运动员 很少见 因为咱们可能内行看的 比如说是一个整个运动员的一种构架 特别是他的整个技术风格 如果一个运动员 他的正手突出 这个运动员 我认为他的希望 或者他的这种 他潜质会更大 但是相对来讲呢 为什么这个正手好的人不多 因为相对来讲 正手更难练 特别难练 因为正手呢 不像反手 正手是拉开来 而且呢 你要发力 整个全身的力量和他的协调性 以及控制力要很强 因为它是空的 反手呢 相对来讲呢 我们是在身前 身前 你怎么变形 它不大容易变形的 所以相对来讲 正手是更难练的 所以好的正手 再反过头来杀伤力是巨大的 观众朋友 您听到的是 大满贯得主 18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邓雅平为您带来的精彩点评 大家看到 这个直拍横打的赵子豪 他反手确实实力非常强大 你看他的变直线 你看他直接能把对方顶穿 就打穿他这球 证明他的这个功底 他的力量 他的智力 爆发力 手腕的爆发力非常好 所以他发完球往回站 赶紧用反手 漂亮 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一局的话 丁硕呢 及时调整了他的战术 更多的开始给他打相斥 他不给他斗短球了 不给他再往前去纠缠了 而是更多的形成相斥 因为形成相斥的话 这个丁硕的话明显占用 他虽然这个赵子豪跟他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相斥的能力 而且赵子豪也主动变他的正手 但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丁硕相对来讲 更强一点整体势力 这口诺全面的存在 长官 他哪里有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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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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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子豪現在落後情況下 需要更加大膽地搏殺了 直板 該搏了 6比9 趕便 這個長球其實就一個很好的變化 能夠看出它的這個膽量 對 有過力的 也不能老是來短的 10比6 你看像馬雲格這樣的一批運動員 他們也基本都在從事教練 張磊 你看北京隊 把馬龍帶出來了 給馬龍很大的幫助和支持 陳志斌 現在在新加坡隊做教練 你像以前的老的還有誰 余沈童 在遼寧當教練 都當教練 都在各自的本省做教練 十里七 十里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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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子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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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sident 雙方在前三店 現在天津豪安的劉丁朔 2比1領先 这场比赛 戴亚军我觉得 两位小将 就是比赛的那种状态 和氛围特别好 基本上像 两个年轻人打成这样 不管是输还是赢 我觉得比赛的目的 锻炼的价值 都已经达到了 对 有一方打得特别好 一方打得特别差 两个人就是 接不上火 交不上火 就觉得这比赛 可能它的含量 包括观众看的那种 竞技体育的一种魅力 对 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两个小将 都发挥了各自的水平 今天不管谁赢谁输 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总结的 因为都有在顺境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更好一点 在不顺的时候 我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再扛一扛 今天的水 就是上来的话 刘子硕的话 刘丁硕的话 相对来讲 他发动的会更早一点 那么但核心来讲的话 对于赵子豪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解决他的核心杀伤力的问题 他的发球这轮 没错 他没有正手抢攻 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大 半亚平是一语重地 就是赵子豪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 作为直派打法 缺少杀伤力 对 你没有不靠你的正手得分 靠你的反手横打来得分 我觉得他 他的半没了 我个人认为 所以他今天 他应该更好地使用他的正手 除非他就觉得 他的反手比他正手好 那是他另外一回事 所以但不管怎么样 他要用他最最拿手的东西 要去赢球才行 能够得到更多的分数 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杀手检来 那他的这个现在目前看到 他的杀手检不明显 目前 一比一 这个球处理得有点过猛了 这个枪侧当中 他现在是保护人士的杀手检 挺好的 还是占有一定的主动性的 这个球处理的 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合理了 这个就可以再缓一下以后 再找机会再去侧身反拉 没错 所以高水平的运动员 有时候除了胸稳结合以外 合理的处理球是非常重要的 漂亮了 变得非常漂亮 这个球呢 我们特别忌讳的就是 在你的反手没有出质量的情况下 你去侧身 这个一定会塞你的这个空档 所以刚才呢 这个赵紫豪就犯了这么一个毛病 反手就是一个过度 并不是拉出来 或者塞出来的一个机会 然后抢攻 那你怎么可能不给你的 这个正手空档呢 盲侧 像自动球 这个球你是有准备是可以的 但是切记在相持过程当中 一定反手出完质量了以后 你再去侧身 但是这个出质量 我觉得也得注意点落点 那对 如果没有落点的话 你光狠了 当人家借你的力 给你挡一直线 你也跑不过去 没错 你看这个刘丁硕就是这样 咔 一个质量很高 咔 闪开了 你看 闪开了 正手 是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板球一定出完质量 再把正手闪出来 别出 没出质量的时候 你还站稳咯 乱侧有点太盲目 不能乱侧 一定是打球要有目的的 他这个摆短和前面有点变化 前面是正短 这个短球摆的是 赵紫豪的中间了 有点追身 他就是说要调整步法 一调整步法 他挑的时间就没有了 就只能回摆 这就变得很好 其实掉位了 已经掉位了 这球该下手了 哎呀 赵紫豪这球打得太软了 手下不能留情了 你看这种机会根本就是假打 就是这劲儿就没使出来 一定这球一定该下手 必须下狠手 而且呢 只要一下手要连续下 不能下完一下再缓一下 就没你的事了 缓的不是给自己缓 你是把让对方缓过来了 这个还是经验欠缺一些 这个球其实挺关键的 非常关键这个球啊 要不是5比5啊 6比5 那么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天津来讲 更重要 因为本身从整体实力 对 它是排的一号 是吧 对 上海是要好于 强于天津 对于刘丁寿来讲 这场应该是要 必须拿下的 必须拿下的 出来 老球 你看这个球刚排那个关键球 是吧 如果说5比5 它要是这个又连着俩 它就是7比5领先了 所以这个冰棒球比赛啊 是每个球都得算 因为有时候一分就是 两分球出去了 一进一出 现在啊 对两个运动员来讲 其实就是看谁能够主动 创造主动 不能乱主动 不能盲目 但是要争取 用战术 让自己能够主动 谁主动 谁的赢面就更大 7比7 随着比赛呢 越打到后面 越要看这两位年轻人员的心理素的 那前面比如说 抬手就发力了 现在可能就想 这个时候 上台 对 更加的要斗智斗勇 既要有这个智慧 同时还要有胆量 还有就是心理素质 就是说你得赶薄 对 心理素质要稳定才行 不能起伏太大 出来 心理大 你看这小刘丁瑟 这个反手 前面一个下旋球也是 感觉这个动作 就不说别的 动作就那么僵 这球显得非常吃力费劲 其实这球可以很从容 很舒展 甚至是一种享受 没法享受了 这会儿已经是较劲的比斯文 这会儿是这个很重要的时候 他紧了 手一看一看 他硬了这会儿 就说明他心里紧张 你看他还是相信他正手 还是相信正手 用正手侧 正手侧你得有机会 侧身是需要时间 需要步伐 手法 同时到位 你这球都击球点 都下降点了已经 所以发球抢攻 是不容易打的 你发球抢攻 是建立在你的高质量 发球的基础之上 来抢攻的 如果你发球质量不高 你到哪去抢攻 这两名小将 都出了一些问题 犯了一些错 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们叫无畏失误 在他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不大会出现 但是越到关键球的时候 越会出现这样的无畏失误 这叫打回原形 但反过头来讲 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出现无畏失误 这是太要命的时候 可以啊 漂亮 精彩这个球 大力反手 大力水手一样的反手 很强悍 直拍横打 能打出这种力大无穷的 高质量 确实是挺特别的 主要还是需要稳定的命中率 好球 这个球胆子够大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敢开长球 然后直接扯身 就说明啊 他对他正手非常信任 因为第一局 其实刘丁硕还是赢在 他正手的进攻 确实是 相对来讲 正手还是蛮有 蛮突出的 又硬了 这个手一块已经 一架在那儿 等半天 这个球 你也怎么发力啊 不是 这一击球 感觉这球在嗓子眼那儿 你看 你得气沉丹田 最起码你得身前击球 是吧 你肩 两个肩 你不能架 你得下来 肩膀必须放松 我们原来说过 就所有的体育项目 一架肩全完 不管是体操跳水 任何项目 两个肩一架完蛋 就必须得肩放下来 人要松止下 这最后一个球 就明显感觉 人全在上面 气没下来 没放下来 但这一局还是很精彩 对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球速度 你看多快 这两个小将的球 速度非常快 那么接下来呢 是双方的七分制 七分制 这个我觉得 对直派来讲 就是要胆大心细 可攻 可稳的球 一定要赶紧进攻 我看你往下 我太着急 你跟他 我一定能跳得下去 那你还是说 他比赛的 你还不算 我看到这个上海中心 现在许新 不光是担任运动员 还担任教练 场外指导的角色 把自己的成功经验 特别是在比赛当中的 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 他能讲出最关键的点 这都是优秀运动员 他的经验积累 他这个正手的硬 戴亚平你看 他正手的硬是那种 很有把握性的 很从容的硬 反手的硬是僵硬的硬 他两个硬不一样 充分地使用这么说 八弯球就测 其实八弯球就测 某种程度来讲 对于对手来讲 压力是很大的 没错 因为一看他侧身了 你这时候激发球 你要求质量就更高了 反过头来 因为质量要求更高 可能你就会造成失误 是 所以正手好的人 关键时刻大赛时候更可怕 漂亮 拉住反手 太可惜了 拉在这个手指头上 一个意外 这是一个主动球 这种球 主动球可不能在这个时候 得这个丢分 很可惜 赵紫豪和这个刘丁硕 拼正手 他确实拼不过刘丁硕 但拼反手 赵紫豪是有优势的 所以刘丁硕可以变一变 赵紫豪的正手位 变他的正手位 就准备正手给他对拉 这个并不吃亏 但反过来赵紫豪 确实实是要想办法 怎么样在前几下里头 控制好这个节奏和球 然后让自己再上手多分 现在刘丁硕有点出状态了 越打越越 这会儿的反手 你看就不是架在那儿 对 直接啪一下 就很放松 所以人紧张的时候 千万自己 要适度 当然关键球大家都会紧张 但怎么样能够在紧张的情况下 还能控制自己的手 不要那么紧张 这个节奏变得不好 刚才打得挺好 为什么要轻一下呢 我没有看出来他的目的 在前一个球上 就是已经撕下去了 反过来轻一个 这个球的目的性就不是很强 他肯定想对方肯定要架 或者肯定要出机会了 他觉得 肯定要做主动给赵子豪正行位 真是给他正行位 没错 所以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是不能有明显漏洞的 一旦有明显漏洞 你很难摆脱 这个球啊 赵子豪还是有一些场上气势有点不足 超级了 超级了 赛点 漂亮 差边吗 没有没有 7比2 这样天津的华安俱乐部的游丁座 为天津华安在天津财经大学体育馆主场 先赢下了第一场的胜利 很精彩 很精彩 非常精彩 等一下 恐ace 好 progresses affairs 醋